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境首席的时候呢 自己国家的人民 确认好你家的地址 手机号 下载政府的APP 一下飞机就接触到家人 没有一个闭环管理吗 算是没有 但是外国人的话 必须得有指定的隔离的地方 隔离开始之前 必须得做核算检测 但是呢 我待会公交的时间比较晚了 他们说那就第二天早上去 阴性没问题 不是阴性的话 现在应该不跟这儿待着了吧 阳性的话也是在这儿待着 总体感觉就比较随性 之前几千几百的时候 也是这个隔离方式 最大的变化是 我本来是14天隔离嘛 这次呢是10天隔离 没想到改了政策 7天 应行的话 明天结束隔离 怎么这个新增越多 隔离天数还越少 越放松不是新增越多吗 防疫的措施啊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韩国是比较 mid-corona的兴趣 疫情的情况跟两年前很大的变化 首先呢 疫苗开发了 韩国已经80%以上的人都打疫苗了 第二呢 湿的那个治疗的药用上了 第三呢 Omicron 产霸力是很厉害 但是重症率很低 没那么严重 你们瞧不起它 是吧 瞧不起人Omicron Omicron 别去 所以现在韩国是2万以上的人新增 但是重度的比以前少了 新增的一直往上走 重症患者一直往下走 感冒的状态差不多 有一些比较极端的 with corona 措施方式的什么 英国呀 德马克呀 三月份开始 确诊的也不用隔离 室内室外都不用戴口罩了 韩国不会那么极端的走 还是戴口罩 确诊了必须得隔离 以前的话 确诊了你必须得去医院 现在呢 很多韩国的艺人 什么刘戴时啊 也都不是确诊过了嘛 一般是怎么治呢 再加7天隔离 这是8 7是怎么呢 7天 你们是没有这种手势吗 没有 是不是在韩国这种手势比较容易让人误解 是吗 所以一般不用 是吗 而且是现在已经都打过疫苗的人 病情不是那么严重 跟医生视频的方式就说自己的状态 吃个药 做7天就回复正常的状态了 再加3天的观察 一般都是好了 现在韩国呢 还没达到那个最多的情况 专家说3 4月份应该达到最多新增 一般会10万 一天到20万以内 达到那个之后 5 6月份就慢慢下降的 所以现在2万 不要觉得韩国2万了 也不要惊讶 是吗 一切尽在预料中 韩国政府最怕的是医疗崩溃 比如说你轻的或者不正常的就都去医院治疗的话 特别严重的人治疗不了 所以呢 你轻的不正常的还是在家里能控制 有一些确诊患者 他在网上写的自己的反应 就没有哦 就没劲儿 我妈妈妈妈妈 第10天恢复正常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一些影响轻逊的事情 听到了网上的传言 那现在大部分的韩国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每个人想法也都不一样 更多的人支持 现在韩国最大的议论纷纷的地方 是打疫苗 防疫通信证这两个点 政府放松的原因是相信这个疫苗 但是有一些人呢 打疫苗完了之后 有一些情况 政府的意见 这个应该不是疫苗的原因 没有一个证据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不打 政府呢 劝大家打疫苗 疫苗通信证 有这种政策 有这通信证有什么好处啊 没有疫苗通信证的人呢 不能去餐厅吃饭 百货商店 大超市 博物馆 补习班都不让去了 还有补习班呢 现在听到补习班这个词我都叫陌生 没打疫苗的人都反对 不太愿意让政府用这种疫苗通信证的方式 限制个人的自由 所以那些人就告政府了 怎么告啊 告谁啊 告政府呀 去哪儿告啊 去法院告啊 想把他们能个儿呢 法院就听了老百姓的话了 政府那个政策取消了 所以现在每打疫苗的也可以去百货商店大超市 只不过餐厅 你自己可以吃饭 不能跟别人一起吃饭 室内运动的地方 不能去 但是这个国民给政府告了这件事 不属于三权分立的范畴 因为饭店购物中心这些都是财阀开的 是因为动了财阀的利益 所以才让你们告赢 知道吗 因为财阀控制了 财阀都不让上市场怎么挣钱呀 是不是 然后你就去告他们 财阀背后支持他们把政府告了 这么理解 怎么理解都行 反正这么个情况 如果你没有疫苗通信证 你想吃饭 外面餐厅 你就核酸检测 15分钟出结果免费的 但是你还是多当心吧 毕竟呢 你身体还是比较弱 就像我这样身体不健康的人 运福呀 老人 有小孩的当妈的 他们觉得可能演艺点更好吧 首尔明洞特别大的商圈 听说前一段时间大量倒闭 因为这个疫情 明洞的50%倒闭了 确实明洞这个地区呢 是靠旅客赚钱 明洞的租金特别特别的贵 他没有收入 没法交赚金 不过很多国内的人说 因为当年你们只看旅客 本国人去了 你们看的不看 你们现在倒闭是应该的 有一些特别狠的骂的 心灾乐祸 谁让当年你对我还打不理 啊 之前我隔离的时候 地方政府不是给我好多好多吃的吗 这次呢 就不给吃的了 就防疫的东西什么口罩啊 鸡 鸡精 鸡精 不是鸡精 酒精 不如给点身体烫呢 但是给现金了 给多少钱 你猜 伙食标准按50算 三顿就算150吧 七天的话1000块钱 20万韩币 一人吃那么多干嘛 哎呀 5万韩币 300多块钱 那有什么用啊 但是像我这样子都不需要那笔钱了 反正比花钱强 钱已经花了吧 以你的性格 还没给呢 我以为已经网购什么东西呢 没想到明天就自由了 解除隔离之后 好好出去逛一逛吧 给我买一个孙兴明的韩国国家队对付好不好 首尔呢 确实什么5000人新章 有点怕了 但是老公这么那个的话 我就看看吧 那三月份的时候 韩国十二强赛主场 对伊朗 你们能去看球吗 能去吧 按现在的情况的话 到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祝你成功 大家好 大家都健康 很多网友听说你回去之后啊 都给你留言非常关心你 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检查呢 每年都要回去很麻烦很辛苦啊 做完手术之后 这五年是比较核心的时期 所以我爸妈以及我本人啊 给我做手术的那医生给我好好看 比如放心吧 稳定气了 考虑考虑找一个中国这边的医生给我看 行 如果有愿意合作的医院可以来那个 这也不能下班 老公怎么拿我的生命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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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